早上九点是都市大多数人开启新一天的时间 而面包店老板刘天婷和他的小伙伴已经在店里忙活了四个小时 从15岁开始进入后厨学习 到2015年从台中来到深圳开启自己的事业 这位面包达人几乎每天都在和食材打交道 四个小时下来经过他手的各式面包多达几十种 来得最晚的这位就是老板娘 来自台湾南部的黄慧君 别看他来得晚在这家店男主内女主外 后厨是老公的秀场前台就是老婆的舞台 小小面包经过女主人的打理能卖到几乎所有大陆城市 现在是赶顺丰的早班车 也就是说今天早班车赶出去所有深圳市内 甚至是广东省内的客人都可以当天晚上收到 就是你可以当天收到当天出炉的面包 我最远寄过乌鲁木齐 然后那一箱顺丰运费是两百多块 然后他就要自己付钱 他就很坚持要吃我们家的面包 然后还有 黑龙江也有啊 哈尔滨也有 对就真的平原的海南也有 对但是现在顺丰已经很快了 就是基本上两天两天能到对不对 这我们御用顺丰小哥 现在十二点了 然后我就按发布 然后按发布 然后就会所有的会员就会看到 今天面包要开始了 然后我就会发到我们的面包的粉丝群 就我有四个群 也许五百了 对所以就有一两千人这样 从香港来的林先生已经是第二次光顾 近期他来深圳办理内地车牌 计划要到西藏自驾游 听了两位年轻人从台湾来深圳打拼的故事后 连连点赞 从台湾到大陆 这对搭档带着理想 带着技术而来 小店处处用心 味觉上更是带来了最地道的台式古早味 这一款我觉得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一个台湾传统小吃 那这个小吃呢 它其实叫做春卷 然后最特别的地方是 就是我们使用了一个台湾的花生酱 然后还有一个奶油 还有香菜在里面做一个融合 就是这个 新竹福原花生酱 你吃的话就会突然间回想到小时候 对就是完完全全小时候的味道 大家都真的是过来工作都不容易 对所以我们自己不容易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幸福感 对就是这样 事实上如今每天都开足玛丽忙碌的两夫妻 在深圳打拼的八年时间里 其实也有过低潮 最难的时候 黄慧君身上只有两千元人民币 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我们其实自己也有一段时间快沉不下去 想要回台湾 可是我们一面而来的不是一些低潮 也不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都是我们的客人跟我们说 就是就舍不得我们离开 然后就是他们宁愿自己出钱 众筹帮我们就是再重新开一间店 或是工作室 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感动点是觉得 你在做的东西真的是有人看到的 并且是有人认可的 这对面包夫妻 凭借着彼此的坚韧与执着 也借助当地发达的物流系统 在疫情期间的尾端 竟实现了逆势而上 成功打响了自己的品牌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朋友就会说 好啦好啦 你好啦 你现在爱情跟面包都有 然后就觉得很贴切 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继续给做好 然后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 我们两个所做的一件事 是有温暖有温度有爱的 而不只是只是有华丽的一个外表而已 我也希望说我们两夫妻一起接手 继续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我们后期如果还有新的发展的话 也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我们不会在舒适的地方 就是一直待着 我们面包做的好 我们其他的品类也会做的很好 而在工作之外 两位美食制造者 则是变身吃货 热衷于探寻各种美味 边走边吃 好多了 还是很多了 大西北还没去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大西北 敦煌也还没去 对 然后基本一些大的点 我们都去过了 是的 最喜欢的就是 就是新疆 我是最喜欢新疆的 有时候出新品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个新品 叫哈尔滨红肠 碱水面包 然后客人就会说 老板你去哈尔滨玩 然后他们都会知道 对 我们是出去玩 然后才会有这个灵感 下午五点 店里大部分售卖的工作 都已经完成 刘天亭又回到后厨 明天的工作 在今天就已经开始 观那电视频 请不吝点赞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